非常貼心就是只要有我在的時候 他會跟現場的每一個人講廣東話 這個小組他會覺得 謝謝 有些人都行 主本的時候 要拿來勇氣了 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如果我嘗試著講廣東話的話 你OK啊 導演好開心 他說當然好啊 謝謝啊 後來想想說 他怎麼這樣弄自己 真的很後悔 真的很後悔 覺得跟台灣主題最不一樣的文化 嗯 你比較不能適應的地方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像廣東話 你仔細聽是可以聽懂 當他大家講很快的時候 你就會 聽懂第一句 但是後面就會很失調 變得是說 有的時候我聽不懂的時候 就是 陳彤哥發現我的 兩眼開始放空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反應 所以他非常貼心就是 只要有我在的時候 他會跟現場的每一個人講主動話 雖然他沒有刻意去 take care 說 我幫你 但是他的這個小組他會覺得 謝謝 他在工作上的時候他非常認真 他基本上就算是有休息時間的時候 他會去check monitor 然後他會去想說 嗯 我們還可以再試一點什麼 然後跟導演溝通 然後跟我溝通 還是以拍攝為主 那因為裡面有一段樓梯間 你在救女兒的那一段 你有特別上術訓練 動作訓練 我們就是簡單套了一個招之後 導演就說 女生打架 一定要用力 他說你們不用力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想要救女兒那個機器 情緒真的蠻崩潰 就是他想弄死我 我想救女兒 所以我們其實後來真的 就有彼此之間有點使勁 還是確保 不管是撞在地板 或者是撞在牆壁的時候 都是安全的 因為在看的時候 真的有被你的廣東話去驚艷到 原本聽說是 那個角色是可以講的 嗯 那是你自己主動說 你要講什麼 所有的演員聚在一起 讀本的時候 我發現節奏好像 怪怪的 對 我就覺得節奏不太 因為廣東話是很快 他的很快的 所以大家都在那個節奏上 可是突然間到了 有我的場次的時候 甚至有女兒的場次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間 接不上大家的節奏 然後我後來就想一想 我就在讀完本之後 我不知道哪來勇氣 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 我其實 場次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想 如果我嘗試著講廣東話的話 你OK啊 導演好開心 我當然好 謝謝 後來想想說 幹嘛這樣弄你自己 對啊 你挖克給自己 對啊 幹嘛弄你自己 然後 後來就是在某一些 比較常對白的場次的時候 就 你後悔 真的很後悔 真的很後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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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